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說過了,需要說什麽資源,需要一台服務器吧? 一台服務器,我們說了多少錢都有,從幾千,甚至從幾百都有,二十五,對吧? 到幾千萬,甚至商機都有,甚至有些,給錢都不賣,是吧?都有 那好,普通常用的這種辦公服務器,這個就是一萬到,一萬到兩萬或者三萬之間,也是差不多這個價,可別 價格是不是還行?還有啥?玉米吧,我說過了嗎?玉米多少錢? 啊?六十塊錢,或者一百塊錢一年,沒錯吧?還有啥? IP多少錢?說過了嗎?在北京的一個十兆的貸款,綁一個四個IP的地址,最小IP多少,對吧? 講過,需要多少?大概是在六千到八千之間,不同的結合商,OK? 百兆貸款就要四到五萬,OK?這個價格是不是非常會? 那導致什麼?我說絕大多數中小公司是用不了這麼多的資源,那我怎麼辦?我是可以考慮什麼?我一臺服務器,幹嗎?我幾家,或者幾十家,共用這臺服務器,大家是不是都可以來訪問自己的網站?然後呢?然後平攤是一個成本。 只能說什麼?那這樣做的,好處是什麼? 也要做,接準成本吧?確認吧? OK,不是。 第一個確認是什麼呢?是,大家共用服務器的資源。也就說,萬一某一段網站的網站增大,其他人都會跟著很可能。 但是,这个其实不是太大问题,因为选择这个东西来说,访问的老大是多贵,访问量不太大。 那最大问题是什么?最大问题,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? 各位,要说嘛,硬盘坏了有没有可能?有吗? 硬盘直接入里崩溃,有没有可能? 里面数据全部都是无法找回,已经没有索费份,有可能吗?有吗? 好吧,那怎么办? 你这上面不管搭了多少个网站,是一百家还是二百家还是三百家,所有的数据全部都是,直接的网站。 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,租空间,我刚才有听过的。 有经常说,去租个空间,这就是你的区域租金。 但是我说,这种技术已经讨判了,现在完全不需要再去使用租空间。 你进啊,你就算以后要去搭一个个人的网站去玩,听懂吗? 你也不用去再去空间了。 这太二了。 你这是完全是外豪才能不能玩。 我们说,这东西现在核心问题是很严重的。 最大的问题,你的所有的数据是不是都在租一块一块钱? 你这样出现问题,整个数据全部都是。 还有一个问题,是吗? 你的所有的数据都放在别人的服务器上的一块钱。 对他来讲是什么? 我说,你随便可以考,我要愿意的考考,行不行? 行不行? 你上面放点什么重要的小店铁,对不对? 然后被人家全都共享了。 这都是不可以的,对吗? 那现在怎么办? 我们现在用的是什么? 云吧,云就算了。 我们说了,我们云就算的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? 就是,我买十万台服务器。 其实像亚马逊这样的家伙,其实都不止十万台。 他可能一个数据中心就买了十万台,甚至几十万台。 然后呢,把这些服务器干嘛? 通过虚拟化系数,组装成一些大的什么? 超级虚拟机。 没错吗? 然后呢,你用多少干嘛? 我说从里边给你画多少。 你说,你要用多少,我就给你画多少。 OK? 好处,简直播,它跟刚刚那个空间比,好处。 首先,它所有的数据是会分散存储在十万台,甚至更多一百万台服务器上。 我们之前讲的,锐的是不是都有刺盘的融与功能? 损坏一台或者几台服务器的数据是不是都不丢? 它是不能算出来。 那这个东西当然有没有这样的功能。 原来,它甚至损坏了七百台,甚至几千元,甚至更多服务器, 它都不会把数据多实。 OK? 这是最大的好处。 第二个好处。 成本低了。 你现在的阿里人生都是免费的。 两季的内存在加什么? 二十个季的一百万,免费用半钱。 对吧? 那这个东西,对个人用户来讲,其实完全够用。 得到钱,就直接用。 半年过了之后,也很便宜。 一年的费用大概几百块钱。 正确要比你去买服务器租一千元便宜多了。 因为它是大西大采购。 你们看到,成本达低。 但是,它也有问题。 这是问题。 你的服务器,你的数据是不是还是放在对方的服务器上? 那这事怎么办? 各位,像亚马逊这样的公司,它是采用行政手段来来做。 什么意思? 它就会告诉你,是吗? 你们没有参加过亚马逊大会啊? 下次有机会再去。 OK? 有这个机会了。 它就会告诉你,我的这个数据中心, 采用的是银行金户的安保措施。 也就是说,二十四个小时不间断的果然, 全轮到全部监工。 然后呢,服务器租房所在位置, 必须两人以上同时, 用个开锁,扔纸外,才能进去。 就是这种跟金户的一种措施。 很坏的话说, 它是不是就用这种措施来保存它安全? 这个事情是什么呀? 你信,你是不是就用啊? 你要真不信, 你是不是就自己买服务器去搭计? 对吧? 其实好,各种优缺点。 你能听到吗? 其实,我们说, 人到最后是不是一定是我们以后的发展方向。 我们以后都不需要再去买自己的服务器, 实际上再带上过来玩。 对吧? 咱们那天讲的领算架构的时候, 我时候还讲的一个艾斯、塔艾斯, 还有一个什么? 记得吗? 萨斯、艾斯和帕斯,是吧? 我们是不是还讲啊? 有这种意思吧? 那,这个艾斯是不是应该是最低层的? 基础设施基础,对吧? 哎,前两天也学咨询说, 老师,你们讲的是这三个东西哪一个? 才可能看到的。 我们讲的是什么? 我们讲的那不都不是, 艾斯是啥? 艾斯是亚马逊这样的家伙, 他已经把他的服务器组成了训绩化, 然后完成了训绩, 然后给你开发了一个网页, 让你通过他的网页来维护他的训绩。 其实不是维护,就是什么? 我能干嘛? 我是不能申请, 我需要多大的工件? 多大的CPU? 这不是我做的, 是否给他提交申请, 是否他来不长? 当然是比较把群先生在对这个东西全自动化了, 只要你说他就比较怕错, 所以他还是很强的。 OK? 但是, 我们讲的是什么? 是否比他还要低层? 我们讲的是什么? 如何是否自己来通过服务器权, 来搭建一个S, 这样类似的东西? 当然咱们是没有那种网页了, 网页的东西是专门开发的, 没错吧? 但是我们有别的, 通过命令可以给虚拟机分配多大的资源, 然后让你使用。 听懂吗? 人比这个东西还要的吗? 其实应该说是技术要强大, 我们讲的不是, S其实听起来好像是它最强大的一个东西, 是吧? 其实是不是只是这个网页怎么用? 没错吧? 我们学的时候它的核心内容的东西, OK? 反正说实话,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, 只是能够搭建基本的东西, 能实现基本的东西, 了解一下我的东西就可以了, 你要真的想做到之后, 就学成跟人家马逊的哥们一样, 能搭这些东西, 不太可能, 你工作了个五、六年, 最后再说吧, 这个事啊, 好了, 但是我说, 虽然虚拟主机逐渐淘汰, 但是, IS, 安帕奇, 包括INJX, 都能实现这个功能, 那我们还是需要学一下, 好不好? 其实这东西都是淘汰技术, 我们只是简单看起来, 问题还是为了简单的, 好不好? 那好, 搭建虚拟主机的时候, 主要有这三个方法, 一个是, 同一台服务器, 不同的IP机器来访问, 那我问你, IP比服务器贵多了吗? 他是不是只是使用了服务器的钱? 我要买得起IP, 我是不是一定就买得起服务器? 我何必搭什么虚拟主机, 我单单服务器搭自己的机群都可以, 你明白吗? 第二个是什么? 使用了相同的IP, 相同的服务器, 但是使用什么? 这个是什么更不得起来的, 只有一个人是8080, 别人是8080, 其他人是8080, 我问你, 你把盗口改了相当于什么? 相当于你把网站藏起来, 除了你知道, 别人知道吗? 那我问你, 你做网站的目的是什么? 是不是就是为了做宣传? 你把盗口藏起来, 你还有意见吗? 绝大会说, 但是就丧失作用, 所以这盗口也不常用, 那最常用的是什么? 相同来配合盗口号, 用不同的律语, 现在对, 应该是用律语来访问, 那这种叫做基于名字的虚拟主, 这才是最常见的, OK? 他怎么做呢? 很简单, 刚刚是不是已经搭了一段搭? 现在呢, 再干嘛, 添加网站, 然后呢, 使用新的IP网站, 那么, 如果我们是用不同的IP来搭建, 这块是不是要写不同的IP地址? 那不可能, 我们是用的就是不同的IP, 那这也不理他了, 这也不要, 那么, 这是不是通过不同的端口来搭建? 其实同样是什么? 也是新建, 只是在端口这里是不是随便写一个? 那更不对了, 那我们现在通过的是什么? 进入文字吧, 它指是什么? 其实都一样, 指是干嘛? 在这里, 诶, 写个不同的名字就行了, 来, 我们试一下, 来, 我们来把DNS关掉, 这是我们的莫尔老家吗? 嗯, 新建, 这个已经有了, 我看在哪改, 这个变得比较厉害啊, 跟原先不太一样, 云蚕, 有改的吗? 基本设置, 啊, 这, 哎, 这是入境, 嗯, 属性, 哪有属性, 高级设置, 绑间来批, 没有, 没有家里面的字是吧? 没有吗? 好, 好, 这, 我是不是给他编写了一个, 这样一个域名, 看到了? 它是不是在正中用IC来放的? 嗯, 那现在我干嘛? 我通过DNS, 来, 我通过DNS, 我再新写一个域名可不可以? 可不可以? 我现在新写一个域名, 不再是IC.com, 我创建一个新的区域, 我叫做, 我叫做ABC.com, 可不可以? 可以吗? 然后下一步, 下一步, 下一步, 翻唱, 在ABC.com里面, 也创建AO, 也是3W, 它指向的, 还是我当前那台计算机的IP, 能看到吗? 也就是说, 我现在是用两个域名区域名, 一个是IC, 另外一个是谁? ABC, 好了, 那SC是不是就用这个末日的域名, 然后呢, 在这里右键, 亲机, 签加网站, 我的网站名称是ABC, 这个是说明无所谓, 入境, 各位, 我在D盘下新创建一个目, ABC, 可以吧? 然后, 它的IP地址, 是不是还是我的当前计算机的IP, 看, 相同的IP, 相同的单口吧, 只是, 完全认为是不一样, 能看到, 确定, 一旦确定, 好了, 这个网站就建立了, 然后, 干嘛? 在ABC里面干嘛? 现在一个Testing, 就在ABC, 好吧? OK? 好, 接下来, 我只有一台讯息, 2012, 是吧? 但是, 我搭了两个网站, 一个是IC.com, 我生存法的1111, 另外一个是ABC.com, 它是不是可以走的? 这两个网站的主路是并列的, 也就是说, 3W下来, 3W, C盘下的3W, 和B盘下的EC, 是不是要各网站的? 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别的方式, 也没有层出关系, 它是不是要各网站的主路, 明白吗? 那好, 这样的话, 理论上来说, 只要我的计算机性能足够, 只要我的带宽够够, 我是可以搭建更多的, OK, 放在这边, 大家可以使用, 明白吗? 只要需要的话, OK, 这个就是基于零字的虚拟性, OK? 那GIP和基于端口的时候, 跟刚刚一样, 只是干嘛? 一个是不是改端IP? 一个是不是改端口就行? 明白吗? 那就再说, 基于IP和基于零字的更不可靠, 因为我让文摆的写IP, 我是不是还不差那样子, 自己去一下, 真的, 结架口就更难了, 对吧? 好, 对吧, S很简单, 我们的目的不是讲的S, 我们讲了两个东西, 应该是三个东西, 第一, 三个架构的区别, OK? 这个我是讲零节课, 讲零个小时, 对吧? 第二, 第二个东西是, 虚拟工具做的, 它是为了进行网站的不同栏目的分类, 可以做到更方便的准备, 用以后的库容出来做准备, 第三, 是你主机的概念, 实践起来非常简单, 主要是就是概念, 告诉大家是干嘛, OK, 好吗? 那我们的IS东西就讲了, 有个问题, 有个问题, 那咱们Windows东西就结束了, Windows我们说实话它很简单, 所以我们只是挑了其中的几个符合来讲了, 总共讲到两天大, 到今天, 是吧? 那各位, 这个东西了解没主, 那我们第一阶段还剩最后一个比较重点的内容就是, 四科的交换结果都行, OK, 我们讲的难度不会太深, 因为我们说了, 这个, 网络过程中现在是逐渐来说, 用的人不多了, 对吧? 我们只要有了解就行, 但是, 我们把CCA的这个难度讲全了, 这就是四科的初级人证, 我看, 最基本的文章, 讲全, 我看, 除了一点防备老的东西没讲, 就是一点点, 其他所有东西都讲, 我看, 你们是, 应该说, 如果你选的比较好, 我比较大, 你就应该可以去考虑, 如果应该也不可以, 对, 但是, 我说实话, 这个东西, 包括CCMP的这个, 包括有什么技术材料, 我现在都知道, 几乎, 给你几十套棋, 然后, 花点未来的时间, 就跟你考教会一样的, 把期货做完, 定下来, 就这样了, 所以, 完全丧失一样, 对, 这个小院是完全丧失一样, 重备像一些像, AE的肯定, CCE, 顶级的, 像那个, HCA的肯定, 顶级的肯定, 还有两个肯定, 但是, 考试费用不全要, 抱着内考费, 怎么应该把它拿起来, 而且便宜多, 不过, 我们当时, 咱们兄弟来, 有两个, 20C, 他们两个是同班同学, 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了, 他们两个是同班同学, 他们两个当时是咱们国内, 20C证书应该是在前四百年以前的, 就是前四百年以前的, 当时的考试费用在十万岁, 就非常容易, 我们说, 反正我是个前后人, 反正这个可能很有来很有, 但是, 像这种低层的中层的, 都会什么, 所以, 他们现在主要都是体育, 但是我们说, 我们讲的是这个难度, OK? 好。